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张一东 张老师 还有你们的情感导师 涂磊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来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 走出情感困阔 各位请看 我们俩在一块很多年了 他一直也挺让着我的 这么多年他其实经常挑我毛病 但是我无所谓 女生嘛 有时候嫌我不懂浪漫了 嫌我这个了 嫌我那个了 但是无所谓 我女朋友嘛 我不宠谁宠呢 因为临近毕业了嘛 因为学习专业的原因 然后就比较想出国去看看 去工作个一两年 但是他听到就是我要出国这个消息之后 就一直不同意 特别反对我 我觉得出国这件事情吧 这就不是异地恋的关系了 就是异国恋了 这么长时间不见 这对我们的关系影响也太大了吧 我不能让他出去 因为我把我们的未来都考虑好了 但是他要出国的话 我以前考虑的东西就全破汤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李 22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小李 有请 女嘉宾小张 21岁 同样来自山东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小张 有请 欢迎两位 男生你好 说这个打小就是同学是吧 对对对 我俩打小就是同学 认识有多大认识多大了 认识20年了吧 但是是大学才在一起的 大学是一个学校吗 不是 我俩离得还挺远的 异地恋 你在什么地方读书 我在山东自博了是 你呢 我在山东何泽 你们两个家是哪的呀 我们山东围方的 对 那你们俩怎么上了大学才谈了恋爱呢 这缘分到了 然后就是在一起了呗 今天为什么来呀 就是因为嘛 我们一直感情也不错 现在临近毕业了 他这边学外语 那小语种 然后他就想出国 然后我就不让呗 就是出国不是挺好吗 人家学习一下 进修一下 我们因为异地恋 然后这三年时间也挺长的 火车票也短了那一大堆 我不想再就是谈一段异国恋了 也不想把火车票变成飞机票了 就是想好不容易熬在一起了是吧 对对对 你怎么考虑的呀 我是觉得就是我出国学习啊 也不是很长时间 然后我就不明白 就是以前他那么听我 多长时间 就是大概个一两年吧 我是这么计划的 然后就不明白 他为什么以前那么听我的 然后现在 到这节骨眼了 就反而就不听我话了 为什么不听话了呀 因为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说一两年 然后就一两年嘛 然后我旁边又有很多出国的 然后出国就没回来了 你怕他们飞了是吧 我怕他飞了 好好好 他以前有多听话 说给我听听 就是我觉得他性格还蛮老实的 然后就是比较关心我还算是 然后有什么事都会先听听我的意见 但是毛病吧 其实也不少 比如说不懂浪漫这一事 就同寝室的女生 就是人男朋友 隔三差五 就不说情人节了 就是那种纪念日啊 什么周六周天 都会一起出去玩 或者就是送花 甚至画他的肖像画送给他 然后他就是 我们两个情人节一块上街的时候 他都没有说是要为我准备一下 什么惊喜 走到那个花店 然后他说你要吗 那你说我该怎么回答呀 我这 然后每次情人节我都请他吃 然后他都吃得很饱也很快乐 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都给他钱 大家喜欢什么买什么 好好好老是孩子 那钱能代表心意吗 他不能代表心意 我感觉你不是 就是每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你不是很在意我 就很敷衍 就没有就是心意在里面 女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呀 是钱吗 是心意呀 主持人主要是 他的心意就是比较难猜的那一种 然后我总是猜不对 他比如说有的时候肚子痛 然后我问了很多人 然后尝了那种偏方之类的 然后给他姜汁了红糖了 他都费十八利的给他送过去 他都不说我好 然后之后我就给他钱了 让他喜欢啥买啥 因为你受了打击了是吧 对对对 不是主持人 他那个事不是我不领情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他当时是找他同学买了红糖 还有一块姜 还有一把菜刀 这么大的菜刀 然后在学校住宿舍嘛 这些刀具都是受管制的 然后如果被查到就要处分 那我刚好不瞧被查到了 然后我就被受了处分 那我多冤呀我 是吧 那我觉得你菜刀拿回去还能用吗 接着 那我又不做菜 我用它干嘛呀 切姜 就不炒了 以后就鼓方红糖吧 行行就这么做了 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呀 大家都知道 学语言呢 就是他学到一定的程度 他都想去那个国家去看看 然后去体验一下生活 然后或者就是 包括对自己专业上也有所帮助 就是因为语言环境 它是很重要的嘛 对自己的口语啊 就是提高 会很有帮助的 你很独定要去吗 他拦得住你吗 我觉得 他应该拦不住我 因为我这个都是计划 他好的 明白明白 你拦不住他对吧 对 拦住就不用上节目组了 你就靠我们拦是吧 对对对 就希望老师能劝一下他 这是你从幼儿园开始到现在 第一次反抗他吗 差不多吧 一直以来我觉得 听媳妇的话 或者听妈妈的话 都是一样的 这就叫听媳妇的话了啊 那就再听一回呗 不行 因为我觉得可能他出去的话 然后以后他的话 我也没机会再听了 那我又不是一去不回来 我都说好了 我有计划的 我对这个未来 我说我去一两年 那么一两年之后 我肯定会回来 我怎么会跟其他人一样呢 我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相信我吗 对 对 他说的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觉得啊 因为是金子 你在什么地方也能发光 并且我们俩一起毕业了 一起奋斗多好 他非要出去 再说我又不是很放心 好好好 出国一年或两年是吧 对 中途还回来吗 中途 我觉得现在交通这么方便 这么发达 他就是想去见我的话 就是可以过来看我 或者我 就是偶尔就放假回来 看他呀都行啊 这 所以没事 你为什么需要拦着他呢 因为就是 也是受够了异地了嘛 然后还不一定去哪个国家 我又对外边语言不通 他又回来不回来 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了 你不太信任他 你没有安全感是吧 对 你怕他跑了是吧 哎 你就不怕他跑吗 我觉得 我不害怕 相信他 哦 你是跑不了对吧 跑不了 我不跑 那你就让他去吧孩子 不行 这是我的底线了 我什么都行 这么说吧 他要一定出国的话 你怎么办吧 我以前也跟他说过 如果出国的话 然后我不能保证 然后再一直懂他 一年两年了 然后我 听听我家人的 然后就是 自己找个工作 可能 就 没以后了 对 啥意思 你直接说多好 就是 就 呗了呗 就是你只要出国 我们就分手 是这意思吧 对 那我觉得 怕吗 但是我就是计划 我跟他说了 就是一直沟通这么久 然后我觉得 我能劝他 能劝得动 都 感情都这么久了 为什么他 不愿意相信我呢 我就是 特别不理解 我就是也不让 你们俩现在顶在这儿了 是他也不让 你也不让 是吧 对 通过今天的节目 你有可能让步吗 应该不会吧 那你有可能让步吗 不会 三位啊 看你们的啦 都说好了不让步啊 看看怎么解这个死哥的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来吧 波红兄 你要到国外去 留学 他坚决地反对 我个人认为 他并不是自私 他反而恰恰通过 这样的一种阻止 表达的是 对你的一种爱 当然你要意义辜行 可能他也见着偏锋 这种就犯不着了 你刚才说 我跑不了 你跑不了 这个话 真的不要打保票 随便无法打保票 爱情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 特地的条件的状态下 有时候是经不起挑战和诱惑的 真说不来 你现在的格局眼界 就是眼前这位高个的 帅小伙 如果到了国外 你的格局 眼界变了 你甚至对男友的这一种评价 你自己的要求都会变 那个时候 你说他不担忧吗 不担忧那是假的 那是不爱你 如果真不爱你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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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你在国外生活好 再见 他这里心话问流 恰恰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才希望你留在国内 所以 很简单 如果你真心地爱这个男人 我希望你能够慎重的 理性的 甚至自己做出牺牲的 考虑一下他的要求 和他的想法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郭红兄 来雨东 我想跟女孩分享 你真的是不知道 现在咱们中国有多发达 全世界各地 我不敢说所有的国家 但至少一些主流国家 我知道你学小一种 包括你要去的那个国家 现在拼命地想来中国 现在再也不是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中国人玩命 都要出去那个时代了 现在全世界 一些有识之士 都已经开始玩命地 往中国去挤了 时代不一样了 姑娘 不是那个情况了 好吗 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第二个 我是觉得 当一个男孩 自己吃馒头的时候 却要给你吃面包 你就不要再像他要蛋糕了 好吗 他真的是很爱你 全心全意地在爱你 就怕你受一点点伤害 处处自己很卑微 活得是很卑微 很小心 这个对于他 其实这是不对的 但这另一方面 他是爱你的 如果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是你的话 特别想满足自己的出国梦 虽然去了那边之后 也都是未知数 因为一片全新的天地 你肯定会受到 很多的打击跟坎坷 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了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达 如果你也像他 在乎你们爱情一样 也很在乎他 我个人倒是有个小建议了 但是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您说 你可以你们两个 把后顾之忧先解决掉 之后你自己去那边 或者是男孩 有没有可能一起 跟着去那边 对不对 因为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所谓的陪读也好 跟着一起出国也好 因为你 你大概就一两年 对不对 就回来了 所以如果 我是觉得 这可能是相对于 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如果你们两个人 都是爱情至上的话 好不好 再好好想想 好自为之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语东 来 图老师 你们在一起 已经形成了你们 互有的互动模式 就是女生在前面 男生永远跟在后面 女生当然不怕男生会跑 因为他一直跟着你 男生当然怕女生会跑 因为他的前面只有女生 而女生的前面 是更广阔的世界 走在前面的那个人 一定不知道 在后面的那个人 跟得多辛苦 有多迷茫 走在后面的这个人 也永远不知道 在前面的领路人 其实更辛苦 其实更迷茫 虽然你走在前面 但是你们年龄相当 其实外面的世界是怎样 你也不知道 这些年来 你走在前面走累了 而男生跟在后面 其实也有点烦 但你一旦走 他便会有不安全感 爱情不是一个 你追我感的过程 如果爱情永远是 你追我感 就说明你们两只见 永远有距离 前面的人很厌烦 后面的人不理解 男生对于你是有爱的 但我认为这种爱 更多的是依恋 女生对于男生 肯定也是有疼爱 但更多的是带路 很多时候你希望 我也往后走一点 你在前面领着我 我也不想那么累 但是因为他跟久了 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如果你们继续彼此 在一起 以前以后的这么走着 以后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爱情是两个人 并排往前走 彼此互相依恋 互相疼爱 这才叫恋爱 所以我是赞成你出国的 或者不管是出国 还是什么 我赞成你们俩 共同努力自己的事业 而不要永远形成 你在前我在后的 这种固有的步骤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们的路会越走越窄 两个人在一起 四双眼睛 看到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而你永远走在前面 他像瞎子一样 走在后面 你说你们的路 是不是更窄一点 他看不到 你前面的广阔世界 也看不到 你的步履围艰 你也不能够理解 他在后面 其实你已经 遮挡住了他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 你应该独立的 你应该学会 跟他并排走 如果他要出国 是为了学业 你应该让他成全的 让他更完善自己 而你不能永远 躲在一个女人的后面 说得好听 那叫爱 那叫依恋 那叫疼爱 但一个男人真正的爱 是在他前面 挡着他 又或者是搂着他才是 所以你们俩之间的解读 我并不认为 是男生有多爱 有多疼爱 有多依恋 男人应该为女人 挡风遮雨 而不是永远在后面 向我跟辟重移 虽然你很单纯 我也很写 而你如果为了他的成长 我认为也应该 适时地放手一些 有种爱 就要放手 适当地放放手吧 彼此共同成长 就对 好 谢谢 谢谢陀老师 谢谢老师 改变主意了吗 还在考虑中 改变主意了吗 我想和你一起努力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能留下来 这事其实啊 在我看来 其实跟爱情 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 这是一次 人生的抉择 女生其实说的特别 现实也说的对啊 就是学语言的人 总希望到 那个语言的发祥地去感受 那大概是一种理想 这份感情 好像成了一个 女生理想 前进道路上的 一个包袱或累赘吧 我想前进 突然我发现 有人在拉着我 这个东西叫爱情 男生你觉得呢 那还叫爱吗 选择去出国没有错呀 就爱情不应该成为 一个人发展的 阻碍吧 我还真没听说过说 一份好的爱情 会成为一个人 追逐理想的一个阻碍 那这个爱情 大体看来也不健康吧 你觉得呢 供参考 想一想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怎么说呢 其实你为我做的 也挺多的 但是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我跟我一起走呢 我可以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 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 我真的不希望你走 别走了好吗 你真的不能跟我一起走吗 那 那我留下来 我觉得这个门真的有这个作用的 以后不是在不在一起 如果待会你出来 就说明你不走 如果你出来 就说明你愿意跟他走 你们把这个门当这个决定门吧 好吧 考虑一下 就是我让步我就出来 不让步就别出来了 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这个感情的事 其实你不耐分析 你从哪个角度来说 如果一段感情经受不了 一年的考验 这感情不要也罢吧 对吧 我们可以说他们年轻吧 但是你听到这种事 你就真的揪心 可不可以为我留下来 可不可以为我走 我们没有权利这么要求 任何一个爱你的人 如果他愿意 那是你的福气 如果他不愿意 请你不要强求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扣端 进到千金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洁IP 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扣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客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里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女生愿意为男生放弃 不走吗 男生愿意放弃自己的成见 跟女生一起走吗 来 请开门 你出来是因为你要跟他一起去是吧 是 你出来是因为你不走了是吧 是 好 来 两位选择一下 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选择一下吧 还是没解决问题 所以生活里面所谓的双向妥协 他们不解决任何问题 他反而是双输 到底是什么呀 结局是什么呀 出去吧 就这两年我尊重他的梦想 你那国家语言你会吗 不会 我会手语 行 手语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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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感谢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一辈诗 纯爱 放心爱一辈诗 纯净面膜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 为你吐息一种愿意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质疑 把我抱紧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距离 来填满回忆 在爱里等着你 为了在梦里全是你 在爱里全是你 看了他们俩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现在说这个 养儿子是面子 养闺女是李子 一拐就拐跑了呗 走吧 回去吧 谢谢你们 好好考虑一下 到底应该怎么办 谢谢你们 来来来 来了解下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承认在之前很多地方 做得不到位 因为工作的问题 加上那段时间的忙碌 忽视了你的感受 但我保证 以后一定对你好好的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用我的行动 弥补曾经的过错 我跟他在一起 一年多了 他经常出差 两个人聚少离多 一开始还能把这段关系 维持得很好 可后来他出差时 开始很长时间不理我 回来家里这边 也总是和朋友打牌 不来陪我 而且最让我受不了的是 我还发现他和别的女孩子 有不明不白的关系 现在我实在没有办法 再接受他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24岁 来自浙江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小李 有请 女嘉宾小顾23岁 同样来自浙江 服装设计师 来 有请小顾 有请 欢迎老妹 今天是男生要来的是吧 对 求复合的对不对 是的 犯错了是吗 对 你看态度多么的好 犯了啥错了 跟别人有暧昧 怎么回事 能把这事来龙去脉的说一下 你们俩谈恋爱多长时间 一年半快两年了吧 在什么地方生活 在杭州 是同城恋还是异地恋 他因为在那个贸易公司上班 经常出差 然后就有半个月的时间 是在异地的 然后还有半个月时间 是在杭州的 怎么发现男生不忠诚于你的 他去就是福州出差的时候嘛 我就会在微信上 电话上找他 然后他就经常不回我微信 那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好的 然后过了段时间之后就 我不知道是因为谈了比较久了 男生会都会这样子还是干嘛 然后我发他微信 他不回 然后打电话他也不接 以前我们会经常视频什么的 就突然就这样子 后来我就去福州找他嘛 等于他出差的时候 你就去看他去了 对 因为我觉得我挺珍惜这段感情的 那个时候确实也挺喜欢他的 然后我就想去给他个惊喜吧 然后我就到那边 到那边之后 我就给他到车站 我打电话让他来接我 然后他那种语气声就感觉不是惊喜 是惊吓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主要是他没有来接我 嗯 他工作忙啊 工作忙手头上你突然说 你到车站了 那我肯定 瞬间肯定是懵的 我根本没有准备 手头上你的事情肯定走不开 是不是 嗯 那我肯定没法去接啊 然后后来他就来找我了嘛 去他住的地方后 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看到他的那个 嗯 卫生间里面有女生用过的面膜 哦 然后 那个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呀 那个只是 我因为准备一些礼物 可能要送些客户啊 那我肯定是有些 但是作为正常的女生 你觉得你这种解释会相信吗 根本就不会啊 不不不 你让他先解释一下 我们先听听啊 因为 我因为我这个是销售嘛 可能会接触一些客户群体啊 那你送点客户一些东西啊 肯定是很正常的嘛 那面膜这种东西吧 可能是 有些跟这个皮肤敏感啊 这种程度可能有关系嘛 对吧 然后好不好啊 那你肯定要自己先试用一下 哦 等于你试用面膜 是你试用的 就是厕所里那个 面膜是我自己用 哦 你 他解释了你不信是吧 你会信吗 我不相信啊 然后呢 那 这个事情就算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天 他下班回来之后 我想喝酸奶 然后我让他下去给我买了 那他当时手机就放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来电话了 来电话是没有 没有备注的 只有一串 号码 然后显示了服装 他经常有客户什么的 那我就在想 万一是客户 我接了 我跟他说一下 对不对 说一下 让他等等再打过来 或者怎么样的 对吧 然后结果接起来是一个女生 然后他问我 我是谁 然后我说我是他女朋友啊 然后他跟我说 他是他女朋友 有 他是我客户 不不 你客户为什么说是你女朋友呢 这确实是我这边自己没有处理好这段事情 我那时候也是一直冲动 因为他确实是我一个客户 然后他可能一直纠缠着我 那我这边的话也是没有直接拒绝他 可能就产生了这个暧昧的关系 暧昧关系你是怎么界定的呢 你跟他到哪一步了 你把他界定为暧昧关系 是因为他一直缠着我 我只要一出差一到福州 他这边的话就知道 只要知道我在福州 他就会想办法去来找我 那你没告诉他你有女朋友吗 我跟他说了 然后呢 然后他还是要一直缠着我 我也很没办法 你缠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一到福州 他就想办法来找我 那我就是 那我实在想 我不能告诉他 我也没办法 我也很烦啊 你跟这个客户发展到什么地步吧 只限于他缠着你是吗 我也没有直接拒绝 你也没拒绝 对 那你们俩到哪一步了 所以这个时候女生傻了是吧 你就走了是吗 他来追我了 但是我还是走了 然后但是他第二天飞回来找我了 那个时候我还喜欢他的嘛 那我们毕竟在一起这么久 还是有感情的嘛 然后后来就原谅了 原谅了之后呢 好了之后后来 就没过多少时间 因为我有一张信用卡 是在他那里的 当时那个信用卡出来 就是有账单的嘛 就有短信的 他花了一万多块钱 那我就问他了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跟我说是 给客户用的 然后我就去查那个账单了 查出来是买包的 然后我就问他了 问他他跟我说 是给那个女的买的 我那时候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呀 那时候我抖头比较紧那时候 对吧 那我那时候前面 那只能刷信用卡 然后跟他这边 那我也想 马上摆脱这段关系 我其实爱的还是你啊 那我就打算就是说 买个包 给他就是也是比较有点愧疚嘛 那我怎么办 你从来都没花这么多钱 给我买过东西啊 那我一直想 把撇清这段关系啊 我也不想这样 我也很烦的呀 我一直想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发现那问题之后呢 姑娘 之后我就要分手啊 分手之后 他就一直缠着我 就跟我说 怎么怎么怎么 那你们这段纠结的时间 有多长吗 这个事情是在 五月中旬的时候发生的 信用卡的事情 我是最近发现的 哦 这信用卡离现在 还很近这个事儿对吧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呀 其实我还挺喜欢他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再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又觉得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还是喜欢他 但是没有安全感了 害怕了 怕再受伤 是吧 最主要是我觉得 一个男的 跟一个女的在交往的时候 出现了另外一个女生 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了 那如果我再跟他在一起的话 他还发生这种状况 我会 我不是跟你保证过了吗 肯定不会有下一次啊 所以今天男生来 男生来是要说清楚 是吧 我是想挽留他 挽留他 就想跟我闹分锁 女生的要求 其实很简单 让老师们给解个祸 能不能再相信 对不对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伙子 你游泳水星可以吧 可以可以 水星可以 就可以脚踩两只船了 你刚才口口声声地强调 那个女性是你的客户 同时也承认你们有暧昧关系 赵川老师 问你到了哪一步 你低下了头 你低头说明了什么 我们全场都明白 另外小伙子 你能告诉我 对方那个女性 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后来知道 前面不知道 你没告诉她 就是打电话发现了 对 她发现之前 是不知道你有女朋友的 这就说明 你欺骗了两个女性 姑娘 你要记住一点 在日恋期 她就有这样的前科 如果哪一天 你们结了婚 到了七年 滋养的敏感期 到了四十岁的危机期 她挡不挡得住诱惑 管不管得住自己 我希望 你心中 应该有一个问号 你刚才口口声声说 我是爱你的 小伙子记住 我是爱你的 她不是舞台的台词 轻飘飘 就可以说的 所以最后 姑娘 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 最后你自己做选择 我们每一个人 活在世上 都不可能离不开 另外一个人 我们也照样活得了 另外 没有保卫 一架子的爱情 你千万不要保卫 保卫到最后 你会伤自己的 姑娘 好不好 好 谢谢伯红兄 来 绿东 谢谢二位 给我们分享了 你们的这个 恋情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还都属于爱 无能的阶段 尤其是女孩 这个女孩 这么漂亮 居然爱的能力 这么低下 你是 你到底是为什么 会这么委屈自己呢 我只是觉得 那 爱 就是人不可能 完全不犯错 对不对 那她后来 做出了选择 那我原谅了她 对不对 原谅她 她又出现这种状况 那我觉得 我是不能原谅那样 但 但是她就一直 就是说 不分啊怎么样 那 我觉得 就不会很硬 就是这样子 了解 我给妹妹 我跟你分享一个 我对于这方面的 一个经历 那个帅哥也听一下 我觉得男人花心 这种行为习惯 其实有点像 高血压跟糖尿病一样 一旦患上 便会伴随终生 这东西是很难改得掉的 这是第一个 我想说的 第二个 妹妹 你以后再找男朋友 或者还是她 对于未来 她的评估标准 我觉得就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 她有没有在乎你 第二个 她有没有让你放心 就这两个 至少这两点 我到现在 你们对谈的过程当中 我完全都没有发现 她很在乎你 至少你没有表现出来 而且还是很骄傲 意志气使的 我以后会改啊 就这种 前台词就是 那有怎么样呢 我的解读是这样 第二个就是 她要让你放心 如果这两点 她有一点都做不到 你都不要跟她 再想调节啊 明天啊 这都是多余的 你又不是架不出去 对不对 反正我就提示一点 她的行为习惯 已经触碰到了 原则跟底线 何去何从 你自己要拿捏好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宇东 来 涂老师 你如何确定 她跟那个女生断了 你确定不了 对吧 刚才你说 你到这个舞台来 是想问问我们 这个男生的 今天的承诺 可不可信 的确 人都会犯错 只要诚心回头 是值得远量 但是如果一个人 诚心要悔过 但是在今天 这样一个 众目睽睽的舞台上 还要说假话 你认为她的承诺可信吗 不可信 我用三点来证明一下 她今天还在撒谎 第一 她说 我买一个包 给那个女生 叫女客户 当分手费 是这样说的吧 是吧 这句话听起来 倒不像那个女人 是她的客户 倒像她是 那个女人的客户 为什么呢 只有一个人 亏欠另外一个人 才会花礼物 来做分手费 对不对 由此证明 不是那个女生 纠缠她呀 是她在两头之间 左瞒右瞒 她骗了别人 愧对了别人 她才会 买包当分手费 你认不认可 如果你心里没有愧 一直是她在纠缠我 我只是 我的错误 就是没有分清楚 没有拒绝 你觉得她会有愧吗 她不会有愧 所以由此证明 她跟那个女人的关系 到了什么地步 并且 如果要彻底 跟一段感情 划清关系 这太简单了 换电话号码 消失 再退一万步 给钱 虽然这很不道德 但买包不一样 要买吧 要挑吧 还要送吧 还要知道 送什么好吧 别人才喜欢吗 所以你听过 送礼物 来做分手费的吗 没有 买包 就显得有点 藕断四零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认为 她跟那女人未必断 第二点 当主持人问男生说 你之前在跟那个女生 交往的时候 你有没有告诉那个女生 你是有女朋友的 当时他很惶恐 很仓促地说了一声 我告诉了 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等到 于老师问他的时候 他又说 在没有发现之前 他是没有告诉你 这又前后不一致 都到这儿来了 他依然 在抱着侥幸心理 而不是诚心诚意 向你袒露心扉 对吧 第三点 如果没有那个电话 如果没有后来你的质询 你觉得那个女生 还会隐藏多久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当然是越久越好 我也来自于杭州 我们自驾游去过福建 那真是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的事 你撩得准 所以 当你说那句话的时候 我由同情你 变为憎恨你 就是他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触犯你的底线 伤害你的时候 你居然还说 可我还喜欢他 你的意思就是 别人骗了你 不把你当人看 我还喜欢他 我喜欢一个人 是可以忘却这个世界的是非 和黑白的 没关系 我还喜欢他 我不明白一个男人 如果缺失了人品 还有什么值得女人可爱 他再帅 再有能力 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是别的女人的男朋友 至少不是你的 你说呢 所以我想对男生说的是 人犯错都可以改 但欺人不能太过分 至少今天到了这儿来了 是你要求来的 你得百分之百说真话 那么他原不原谅你 那还情有可言 你到了这儿 你还说谎话 你何苦来呢 你既然不是诚心地悔过 你干嘛要到这儿来呢 还是你来依然抱着侥幸心里 你跟那个女生断没断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个电视那个女生也会看到 错了可以改 请你坦诚 如果你不坦诚 你是没有资格站在这儿 要求别人原谅你 我希望你六十秒的时候 说实话 但原不原谅 是他的自己的事情 请你尊重自己 尊重他 另外一个女生 到底是被你欺骗的 还是怎样 我们不去猜测 但是做人 请对得起自己的行为 和良心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 就这姑娘的 在整个的叙述当中 你想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 我们试图帮她划定一个底线 其实女生是没有底线的 女生的底线至少是 我爱一个人 我会允许这个人犯错 对不对 是吧 只要这个人改了 我会一如既往地爱她 这就是女生的底线 为什么所有围观的人 都很气愤 因为围观人的底线比较高 咱们的底线是高于 你背叛 背叛我绝对不可以 好 那你背叛了 被我发现了 我愿意原谅和宽容你 但是你不能欺骗我 你欺骗我是绝对不行的 女生还是说 那你欺骗我还可以 有一有二 还可以有三有四 女生的底线一直在退 你发现了吗 这东西你有几种解读啊 第一种解读确实是爱 就爱让人糊涂 第二种解读是不甘心 不服气 人有时候愿意赌气啊 你赌这个气是跟谁赌呢 你跟他赌吗 还是跟你自己赌啊 有好多人在这个问题上 通常犯这种傻错误 你说底线他不知道吗 你应该知道这个底线吧 对吧 跟谁较量啊 跟那女生较量吗 人都没见过 较量个什么呀 所以啊 你要想接着较量 继续把自己的生命 投入到这么一段情感当中去 我们当然是没有意见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去干扰别人的生活 你是真的底线低到了 比大家都低 还是你确实在赌气 你的心里是最清楚 男生以后啊 坦诚一些 你诚实一下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鼓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知道 我之前做了这么多措施 我也是真心的悔改 我也改了很多的坏的习惯 我基本上都是 你说什么不好的 那我后面也会尽量的 去少做这些事情 我知道这个出轨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原谅我 给我维持机会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了 我觉得 我的信任都给你消耗完了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啊 谢谢 来 请关门 最后到底怎么选择是别人的事情 什么结果 我们都愿意乐见其成 一个人如果他能改 当然我们是欢迎的 我们也希望他能改变 通过这样的事情去变好 女生如果选择了原谅 那就当是一种宽容 但是我们在想 善良是不能被欺辱 对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请开门 男生 想清楚了 想好了 那个非常坦诚的 在现实生活里面 很认真地再去跟女孩 道一个歉 不一定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你真的还是 想回来 重新去追她 改好自己 再来过 好吧 回去吧 谢谢你 没想让她在这说 我觉得她想好了 一对一地跟女生 做一个道歉 是更好的 而不是做给外人来看 因为生活是他们自己的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京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 托语老师进入到 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伊贝斯爱情保鲜 有网友提问 我有牛皮血 我想问问你 我还可以再找下一个她吗 若开始新的感情 我患病这个事情 是交往的时候告诉她呢 还是感情稳定之后 再告诉她 一个人的肉体 可以承受痛苦 但精神绝对不能倒下 有的时候 往往是躯体正在承受痛苦 但精神和人格 依然坚强和独立 这样的话 才能够得到 异性的钦佩和欣赏 所以当然你可以选择 下一段恋爱 但是记住 千万不要隐瞒病情 非但得不到对方的理解 宽容和欣赏 反而会遭到别人的痛恨 所以勇敢地去接受 下一段恋情 病情实话实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